一旦林高远赢下他就是两胜 他就直接入选 所以对他相对有利一些 但是这时候也要处理好心态 其实第一场就非常重要 许昕跟林高远这场比赛 许昕也是有机会 我觉得林高远这名队员 就是给人感觉特别有韧劲 对吧 我从他第一场到现在 看下来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之前刚才小胖过来来说 球的时候因为两个人 确实也很熟啊 自家里就说 我感觉这林高远打球 越来越聪明了 越来越冬脑子了 确实感觉通过这次 地表对江车二人的 大循环的锤炼之后 调伙自信心也是有了一个提高 别看是三军两胜的 这是周宇的粉丝 同舟共济谁与争锋 加油 加油 这次训练到底的三位男权手 还都是左手 对 都是左手 女队缺左手 男队缺右手 对 他们说这个男队 这是地表最强左手之争 是吧 先来看两人的首局较量 加油 加油 从这两人的计算手打法来说 还有些相似 这两个人都是反手发动的 运动员 无论是短球 包括上学长球 都是从反手发动的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 周宇的这个旋转更强一些 而林高远的相对速度 两面的照顾更好一些 速度更快一些 所以上来又是先取得领先 你们那会打出反手拧拉还很少的吧 不是特别 我们那会也有 也有 也有 打到一三年全运会结束了 那会已经有了 是的 那会已经有了 对 嗯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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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立大远 过来 加油 立大远 三名三名 周宇的反手相对还是比较转的 又转又快了一下 加油 立大远 在第三阶段开始之前 其实周宇反手得分的数据 还是非常突出的 而且他是在比其他两名选手 少在一场的情况下 反手得分的数据 是超过曲纯和领导人 加油 立大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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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大远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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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大远 两个基本都是前三板的 这么多 很少 又相识 对 相识 他们在第一阶段打的时候 两位选手也争得得非常激烈 好球 好球 哎呦 清明对这个比赛实在是 中方都很紧张 都打控制 是 他没有队拉出正手来 都是反手这半台 这球应该用正手了 对 这就给到周宇的中间位了 这球还是勉强过来用反手 对 中间是正手了已经 加油 加油 猴云 分手 词 加油 猴云 加油 猴云 蓝 加油 猴云 enchris 加油 加油 猴云 加油 加油 猴云 你看这个球他用反射防守我们就丢了 林光远的站位我感觉更近一些 站了近中镜台 周宇有时候还要退下来以后 他动作相对会大一些 退下来的就好 周宇的正手点稍稍有点低 对有点有点有点我 对 四平之后已经林光远连得四分了 这个其实跟刚才周宇和许心立场比赛有相似之处 周宇一开始发动得很快 在每一局开始的时候能取得一点领先优势 但是好像没好劲 对他中局以后就相对会差一些 那么现在林光远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开局3比0领先 是打了个1比10 打了1比10 跟刚才跟许心的比赛特别像 哦8915 想赢了着急 是不是第一路点太靠前了 好球啊 好球啊 真漂亮 11比5 林高远先拿下一局 4比4之后失误太多了感觉 周宇这边 对从速度上看 林高远还是占据这优势 他人也站得近 动作也比较小 周宇有时候在动用中正手试试 是吧 看看能不能打开局面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落点上面需要有所变化 对 全行程反手对反手这条线 现在看有些被动 太熟了 这时候对于林高远来说 只要能够再拿下一局 就能够获得支撑资格了 不知道 做经验 周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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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 加油 加油 周宇 �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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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稷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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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林高远的这个心理动态还是比较平稳的 整场比赛我觉得林高远都处理的不错 特别第一场跟许昕 跟许昕第一局也输了嘛 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一分分去倒 我觉得作为年轻球员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 在这次的地表最强12人直通比赛里 这个整个过程这个成熟的非常的快 现在就看咒语的挑战能力了 果然还是像刚才小岛和小胖说的 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是比较好 那当然 他是 是啊 他都要了暂停 在主场作战还是给他加了不少分 自信特别坚定 这么熟悉感觉他是 福西可能现在他已经觉得 就是说好像对手有点慌了 连续的会失误 自己会可能心里更稳一点 这个第二局比起他自己第一局比赛 打得更沉稳一些 现在看周伟挑战能力了 现在开局是他落后 看看在宁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两个左手像女孩有的时候战术一样 全是对中间 因为现在到一般的球到反手飞 大家都有这个发力的这种能力 第二局林高远4比1战优 打得就有点没脾气了 对他反手感觉一点都不占优势啊 这个周宇 他可能太想先发力了 有点憋着这个劲 对因为你这个作为周宇来说 他拼命想限制林高远的速度嘛 那你怎么样去不让他速度起来 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不一定全是要拼命去发力 是 你可以通过节奏通过旋转或落点的一些变化 对 还是可能年轻啊 这个经验稍微少了一点 对 其实从之前的数据统计来看 林高远是属于正反手能力 都还算比较均衡的这样的选手 是的 他跟陈启的那个特点就完全不一样 陈启是强正手 对 他是比较均衡的 杀神 这个 之前 邱一可指导来说 陈启就是简单粗暴 什么说的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 人家说人家是初中有性 一直说简单粗暴 其实也是 后来可能也是受不了了 夸一局 对 他们说之前他们都觉得 王丽琴指导是 所有男队队员里战术执行能力 最严谨 最严格的 最打不动的 对 非常的稳定 是这样吧 因为像我这种 不是说属于变化特别多的这种 还是主要靠实力取胜的 所以基本上制定的几套技战术就非常坚决嘛 因为可能不像他们前三板突出的 像马林这种 他就是脑子相对比较好 非常能算嘛 所以我干脑就是以不变一万变 林高远现在是在第二局7比2领先 这个应该擦边了 有点擦网过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现场林高远的粉丝都已经特别的开心了 所以对于他本人来说这个时候的心态就更要稳住 是 毕竟还没赢啊 你这球永远敢挣手了 哦 危险 好危险 侧身了 这球其实也挺关键的 是 7比4和8比3 哦 漂亮 有比3 特别沉粉啊打的啊 不像年轻选手了 特别能有控制力我感觉 又很坚决 但是又没有特别躁 对 又能够释放自己 然后又能控制得住 这个是其实挺难的 收放自如嘛 还差两分 对林高远来说 好球啊 还差最后一分 直通点 是 好球啊 好球 Marvel 好球 林高远的发球 哦 赢了 林高远 林高远见识了中午 从而也是杀出了血战道义的重围 祝贺林高远 林高远也赢得了直通的机会 真的在这次地表对象上人的比赛中 打得非常非常非常出色 是的 是的 发挥得非常出色 我们也是一会儿等待一下采访林高远 不容易 二位评价一下 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内他的表现吧 对 林高远 各位印象非常深 因为从第一场比赛看他的 他虽然说是年轻小将 但是在场上的表现 我觉得真是像一名 酒精沙场的老将一样 又能够控制自己 又能够释放自己 我觉得最让人眼前一亮 就是他的这个心态了 心理调节能力 然后他的技术也很全面 是的 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现场的DJ呢 也是跟GN的观众朋友 跟我们屏幕前的观众说一下 一会儿还会有直通一试 所以呢也请您千万不要离开 也是跟刘国良指导记长庆贺一下 确实小伙打得太棒了 咱们先来听一下对林高远的场面采访 恭喜林高远获了这张宝贵的直通门票 终于可以去世平赛打单打的感觉 现在怎么样 还是非常的激动吧 虽然说在场上自己没有汗 但是内心还比较激动 因为自己在整场比赛都是想怎么续音 所以说没有去想太多的想法 特别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自己在第一阶段 也是主动全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失去了机会 在第二阶段 自己还是要非常深思这个问题 在领先的情况下 在自己能把握住机会的情况下 如何去抓住这个胜利吧 可能这个是对我来说 是这次比赛最大的谋链 你总说你的比赛老是差一步之遥 差一步之遥 这一次这一步终于迈过去了 感觉怎么样 这麦克对于我日后的成长 或者洗礼吧 属于这次直通的 也对我很大的帮助吧 但这个还是开始吧 我还是要在后面比赛发挥的更好吧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比赛前高远挺紧张的 我看高远在这个热身区的时候 一直自己坐着 然后自己想了很多 然后包括我看这场比赛之前 你跟龙队站在外面 然后我不知道龙队当时跟你说了什么 龙队 我这个最关键也是龙队跟我说了 也挺关键 因为我跟他住一个房间吧 他对他大满关 对于那个比赛的节奏和把握都是非常好 他打之前告诉我节奏要慢一点 要每分球每分球打不要去着急 所以说我无论在领线还是落后 自己人都是放的非常慢 就想想好每一分再打吧 没有说去出现那种连输或者连赢这种情况 很少就是慢慢一分分打慢慢打 所以龙队对我的帮助还是非常大 恭喜高远 好的 那我们